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妆都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 而我们的表达和人是一样的 外在美可以替我们加分 但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特性 我们人每天张嘴一般上只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吃 二就是为了说话 想要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 愿意听你说话 不单单只是要靠声音好听 好的表达技巧 好的说话方式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就好像你想要让自己的男神 或是女神喜欢上你 外貌打扮固然可以替你加分 但重要的还是你这个人的性格 还有你这个人的内涵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盘点 最让人听不下去的四大说话特征 走你 那其实我们说话呢 是有一定的节奏和语速的 但有的人说话真的是 节奏太乱 语速太快了 一直不停地 完全不给人思考和反应的时间 让人根本听不下去 其实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适当的停顿和连接呢 就相当于一篇文章当中的标点符号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意思 如果没有停顿和连接 就好像我们在网上看别人发很长的一篇牢骚 完全没有标点符号 只会眼花撩乱 根本就读不下去 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过像这样的人 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再说什么 毫无表达逻辑 乱七八糟的 其实我们说话呢 是有一定的逻辑出现的 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让人听不下去的说话特征 那这就是我的主线A 那在说这A的时候呢 我突然间想要穿插一个故事B 在故事B说完了之后呢 是会回到我们主线A上的 而不是想要说A 说了A以后呢 穿插了故事B B还没有说完 又延伸出了内容C C又跳到了D 完全回不到主线上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条主线 如果连我们自己要说什么都不清楚的话 那听的人就更加听不懂你的话了 这点真的是 我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就遇到过很多人说话水词特别特别的多 水词呢就是一些废话套话 其实填充作用 但是有毫无意义的词 又或者是那些语言当中的 呃这个呃那个 呃然后就是我觉得 换句话说呢就是废话特别的多 没有street to the point 这点呢也是我们播音系的老师 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就说呃我觉得手机对我们生活中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呢就是随着科技的日新月意 呃电子产品呢 呃咳咳 电子产品呢已经是就是占据我们生活中的很大部分 关于他对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影响的话 讲重点 什么科技日新月意啦 什么这个那个嗯啊 然后统统去掉 因为一旦我们的语言开始累赘了之后 就会分散听者的注意力 就听不下去你在说什么了 但如果你是突然被问 是一个急性表达的话 兜圈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能够提前准备的话 一定一定要把水词统统去掉 没错 我个人认为呢缺乏自信的表达是最让人听不下去的 因为往往不自信的表达都伴随着这些特征 比如说语言犹豫 可能就是带水词啦 又或者是眼神漂浮不定啊 有很多嗯小动作啊等等 那这些特征呢都会让听的人觉得你在随便敷衍漫不经心的 自然呢就听不下去了 另外这些特征呢也会让听的人觉得你非常不礼貌 并没有在尊重他们 尤其是在长辈或者是上司面前 这些特点呢都会让你大打折扣的 好那以上这四个问题呢 其实用一个方法就可以把它们一并解决掉 就是充分准备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废话 但它确实是最实在的方法 因为只要我们做足了准备的话 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自信从容的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用五个W一个H的原则去拟定一个大纲 摸清楚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向 When 什么时候说 Where 在什么样的场合说 是一个大广场 一个小教室 还是一个礼堂 Who 对谁说 你的说话对象是老年人 是小孩 还是公司高层 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去设计你的语言特点 What 说什么内容 Why 为什么要说这些内容 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 最后是How 怎么说 是自己一个人说呢 还是有搭档和你一起说 是一个人敢说呢 还是配合着PPT说 是站着说还是坐着说 那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表达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有了五个W一个H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方向 写下我们要说的重点 理清楚点和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哪些点是要先说 哪些点要后说 又或者是A和B我都想说 那我要怎样把它做一个连接 如果A和B实在连不起来的话 那我到底是要选择说A 还是选择说B 适当的对重点做取舍 可以让我们的表达更加的敬练 就不会有什么都想说 却有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现象了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Step2写下来的重点 做一个连接 对于那些语言能力比较强 反应力比较快的人呢 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步 因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大纲 就可以把重点做一个非常自然的衔接 非常从容的去表达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反应力比较慢 语言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呢 我建议你可以准备逐字稿 像我每一次拍视频呢 我都会准备一个稿子 避免不知道要说什么 又或者是说错话浪费时间 那逐字稿的好处呢 首先第一个 可以在择词方面选择更贴切的词 让我们的表达更加精准 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掉水词 因为我们在写完初稿之后呢 会有审稿又或者是练习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对一些多余的词 或者是句子进行删减 那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精练啦 那另外呢 充分的准备 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把控语言节奏 比如说哪里该停 哪里该连 哪里要通出重点 都可以先提前做好笔记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 不自信的说话特征 其实都是因为准备不足 内心慌乱 才会有小动作来做演示 一旦充分准备之后呢 我们心里就更有谱 更踏实 那表达自然就会更加自信从容的 我知道可能有的人会担心说 在备稿了之后会有念稿的感觉 表达就变得非常生硬不自然 那我想强调的是 备稿和念稿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能够在有稿的情况下 说得跟无稿一样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本事 那其实以上呢 是结合了我自己的学习经历 和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 总结出来的小小的心得啦 其实我们每个人是听者 也是说者 我相信大家在作为听者 遇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无奈的 所以一旦我们有机会成为说者 就要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问题啦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